猪肉是很多人喜欢吃的一种肉类 虽然野猪跟家猪是亲戚 但它们的区别是比较大的 野猪是一种杂食性动物 皮糙肉厚食量大 不少人因此打起了野猪的主意 纷纷做起了狩猎野猪的非法勾当 殊不知这种行为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隐藏风险 野猪体外携带多种皮虫种类 可传播回归热 Q热和出血热 还有众多体内寄生虫 包括回虫 线虫 人体玄毛虫等 可损伤肠胃 大脑等多个器官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 野猪可是曾经引发过猪瘟的 即便是这样还敢吃的人 简直是无知者无味的代名词了 非洲猪瘟最早是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早在1921年 非洲肯尼亚就首次报告了非洲猪瘟 而传播的主要媒介 是以吸食野猪血液为生的皮虫 那无论幼崽还是成年猪都难逃一死 感染非洲猪瘟的家猪 所表现出来的症状 就是出现全身的内脏器官出血 最后呼吸衰竭死亡 其死亡率基本达到了百分之百 也给养殖户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非洲猪瘟有三个宿主 分别是野猪 家猪和炖元皮 而其传播循环分为野猪 软皮 家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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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猪 野猪和野猪 家猪 因此这也加大了非洲猪瘟感染风险 从非洲一个小地区 非洲猪瘟能够蔓延到全球超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可见这种病毒的厉害之处 而它能够得以全球旅行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病毒十分顽强 其能够在非高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活 就算是在冷冻肉中 这种病毒也能存活数年 而在一些半熟肉及未经高温烧煮的火腿或香肠中 存活大约半年的时间 再加上其传播的方式比较多样 像各种各样的猪肉制品 如果被感染了就会成为传染源 另外野猪迁徙也是非洲猪瘟在野外传播的途径之一 也是由于这些原因 所以即便是野猪抵抗力强于家猪 但是这个病毒太厉害了 而且野猪的生存环境更容易感染到病毒 因此感染率更高 曾经肆虐的非典 如今横行的新型肺炎可都是跟吃野生动物有关 这么多惨痛的教训摆在面前 还能做到无所畏惧 那么这样的行为 飞蠢即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